宇游部长纳兹利日前凭着一篇网络文章 用粗俗字眼炮轰我国首富郭贺年 更要求他交出公民权 纳兹利言论一出瞬间引来抨击 从政治人物华社领袖到企业家 都纷纷站出来深远护航郭贺年 并要求纳兹利公开道歉 马勤总团长张胜文 以及雪州高级行政议员邓张青 也公开他们要对纳兹利说的话 我想告诉他 他犯了一个大错 郭贺年不是一般的人 郭贺年是我们华人社会的骄傲 也是我们国家的骄傲 把马来西亚的名声带到世界的舞台 马来西亚首富 创造了这么多的商业的奇迹 重点还是 纳兹利记者会上的嘴脸 使用的词句 我们华人社会感受到 你并不是在骂着郭贺年 你是在修辱着我们华人 Dr.Sri Nazri Aziz 优优独播声 request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